去年事办了新北台北的首都远警加紧 内政部现在突然喊咖了 理由说这是不公平的 成效又不张 所以今年预算不编了 台北市长柯文哲说 要多给警察的钱 现在又不准了 真的很奇怪 而新北市长朱立伦则说 一月份给远警的补助都已经发出去 真的不可能要回来 去年三月太阳花水运 台北市警察从晚上忙到白天 六月正捷在北捷 随机砍人双倍警察除了旧勤务 又增加维护捷运安全的新工作 提亮首都警察勤务繁重 中央去年事办首都勤务加紧 双倍警察每月可多领三到八千块补贴 没想到刚跨个年 中央就打算取消补助 可是那个预算是台北市编的预算 奇怪我花钱给警察 内政部主要不通用 我们基层警察同仁的负担 在大台北地区远超过其他的地区 不应该不同工同筹 今年的部分我们已经发了 那我们会继续的来支持警察 双倍市长齐声反弹 因为取消补助 恐怕打击基层远景士气 但内政部认为 去年双倍市办勤务加紧状况百出 独厚双倍市 造成非度会趋远景反弹 再加上双倍用加紧增加诱因降低远景外调 其他县市比率 成效并不明显 因此执意取消预算 一年开始双倍再度为警员加紧问题 盖上重压 记者 坐下来